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认带遭腰斩 需求透支 热度消退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许家印父子犯罪设刑事层面 更多惊人细节披露 综合媒体报道 在彭博社周三报道 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已经被中国警方控制后 恒大在周四发布消息 该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 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其公司股票也将继续停牌 中国恒大集团在周四9月28号晚间发布公告 本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 本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先生 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该公告也提到恒大系股票停牌一事 本公司的股份由2023年9月28号上午9时起 于联交所停止买卖 本公司股份将继续暂停买卖 直至另行通知 此前 彭博社已经援引匿名消息来源报道 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被警方控制 这些拒绝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向彭博社透露 许家印是本月早些时候被警方带走的 目前处在监视居住状态下 一般情况下警方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人员 并不一定要受到刑事指控 但是他不能离开指定居住地点 而且也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与外界进行联系 护照身份证等重要证件也需上交 不过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 监视居住执行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六个月 法新社记者当时致电恒大在香港和中国的办公室 询问此消息 但都未获得回应 彭博社记者也未能联系到广东警方置评 彭博社的报道分析指出 许家印被警方控制的消息 意味着围绕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的整个事件 已经进入了刑事司法体系的层面 8月份恒大地产被立案调查 恒大金融集团旗下的恒大财富 恒大人寿高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或者被带走调查 而许家印与妻子丁玉梅离婚仪式 此前被曝光 也被外界解读为分割财产的举动 再加上几天前 恒大方面宣布 由于其主要业务领域恒大地产正在被调查 目前的状况 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 加上房地产销售情况不如预期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建议重组的条款 如果不能达成和债权人就债务重组达成新的协议 债券持有人可能会提请对该公司进行清盘 这将会给本就不振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 许家印出生于1958年 家境贫寒的他是中国商人白手起家的代表 许家印自称阅历很简单 毕业后给国企打了十年功 又给思琦打了五年功 最后自己做老板 2017年 许家印超过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腾讯创办人马化腾 以2900亿人民币的资产 跃升为中国首富 次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他也一度被认为 与政界联系最为紧密的中国商人之一 然而随着中国政府收紧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打击过度杠杆和房地产投机行为 恒大的债务问题开始显现 2021年 这家中国房地产巨头经营状况不断恶化 债务违约现象频发 中国央行将恒大的危机 归咎于自身管理不善和无限制的扩张 中国政府要求许家印动用个人资产 为恒大集团还债 截至今年6月底 恒大集团所欠的债务总额 估计达到3280亿美元 北京认为 这样的巨额债务对中国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健康状况 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报道 秋分时节 凌晨的空气已有一丝秋凉 多数人仍在熟睡 许家印在他的住所被突然的嘈杂声清醒 随后他被带走协助调查 尽管住所里有几名保镖和管家 但整个过程平静而迅速 罕有人见到这位知名人物被带走的过程 9月28号晚间 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 本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 本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 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本公司股份由2023年9月28号上午9时起 于连交所停止买卖 并将继续停止买卖 直至另行通知 知情人士透露 在相近时间段内被带走的恒大核心成员 还包括许家印的二儿子许腾赫 他曾主导恒大财富的工作 恒大前CFO潘大荣 主要负责恒大系资金运作 恒大地产集团 恒大物业集团前董事长郑立涛 在此之前 其他要员 比如前地产集团董事长柯鹏 恒大财富法定代表人 及执行董事杜亮等 均已在接受调查中 9月16号晚间 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案情通告称 依法对恒大金融财富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杜某等涉嫌犯罪人员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月24号 中国恒大发布境外债务重组内幕公告称 附属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正在被立案调查 种种迹象显示 针对恒大系的调查工作已全面展开 这个万亿商业帝国正在走向落幕 许家印被带走的消息在恒大公司内部小范围流传了有一段时间 我们不清楚是他被调查还是去协助调查 一位内部人士称 但内部人士比较确定的是 许家印的二儿子许腾鹤是被一起带走了 第一财经多次拨打许腾鹤手机均处于停机状态 许家印的二儿子在内部被称作为Peter 公开信息中很少出现其信息 最近一次受到关注是2021年12月 其被国外媒体爆出 以1250万美元折价出售了 位于美国洛杉矶日落大道上的一栋豪宅 在恒大内部 许腾鹤主持猪三角分公司的业务 后来调任恒大财富总经理 负责具体业务 此前深圳公安通报 移财取形式强制措施的杜某杜亮 便是他的下属 近期还被带走调查的恒大重要人物 有潘大荣和郑立涛 潘大荣1973年出生 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投资经济学系 2006年加入中国恒大集团负责财务管理 历任财务中心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 财务中心总经理 集团副总裁等职务 2016年8月30日起 任中国恒大集团执行董事及首席财务官 2022年7月22日 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 潘大荣辞任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财务官 而郑立涛上海同济大学 MBA工商管理硕士 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 高级工程师 2009年加入恒大集团 曾任恒大地产集团长春公司 辽宁公司 北京公司等地区公司董事长 恒大地产集团总裁等职务 2021年7月 郑立涛出任恒大物业集团董事长 2022年7月 恒大物业在港交所公告 郑立涛辞任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会主席及提名委员会主席 内部人士称 被查的高管主要涉及几个业务 一是融资 比如潘大荣 二是财富 比如杜亮 三是涉及旧改 比如较早前已被调查的科朋 许家印及一众高官被调查后 恒大目前的主要工作由执行董事肖恩主持 肖恩也是许家印多年的老朋友 2013年加入恒大 但恒大爆雷前没有站在前台 也未直接插手几项敏感业务 据知情人士透露 自从恒大爆雷以来 许家印的很大一部分精力 是在处置资产 回笼资金 以维持集团的运营 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债务展期及重组工作 作为恒大帝国的创始人和绝对实控人 徐家印在此时被控制 最直接的冲击便是他积极推进的债务重组进程 根据原有计划 恒大会在9月25、26日举行重要的债权人会议 就该公司此前提出的债务重组方案进行投票 并将结果提交至相应的法院 以寻求境外债务展期的通过 但在9月22日深夜 恒大突然发布公告称 原定于2023年9月25日天机和景城 2023年9月26日中国恒大 有关建议重组的相关协议安排会议将不会举行 公司没有提及未来是否再度召开以及时间 只提到由于集团销售情况不如公司预期 基于目前情况以及预期顾问及债权人协商 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建议重组的条款 以匹配公司客观情况和债权人的诉求 为了避免走到破产清算 恒大很早便启动了境外债务重组 并在今年3月发布拟议的境外债务重组公告 根据发行主体的不同 重组方案分成恒大协议 景城协议 天机协议 按上述方案设想 针对本金规模共约191.49亿美元的境外债务 恒大将以发行新票据债转股等组合方式完成债务重组 债权人既可以选择保留全部债权 也可以选择股权和债权组合 若较多债权人选择债转股 恒大将借此实现降杠杆变相削债 但是初步方案流出后 正式的债权人会议却一再延期 该会议最初定于8月23号举行 此后因恒大汽车引入战略投资者 延迟至8月28号 随后恒大协议安排会议又被延期至9月26号 景城协议 天机协议安排延期至9月25号 债务重组一直是许家印力图推动的工作 恒大内部人士称 老板想尽快实现债务重组 以及股票复牌 为后续的操作挪腾时间和空间 8月下旬恒大系的三只股票 中国恒大 恒大汽车 恒大物业先后复牌交易 恒大汽车引入了新的战略投资人 且中国债权人重要会议的时间初步确立 恒大似乎在朝着许家印期许的方向发展 然而一切进程 在他被调查之后陷入了僵局 业内人士对于恒大的债务重组 重新变得悲观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百文喜 告诉第一财经 恒大是否会最终走向破产 目前还无法确定 是否进入破产清算 不仅仅是企业经营问题与法律问题 还需要考虑保交楼等社会问题 在保交楼问题没有切实解决方案前 恒大要正式宣布进入破产程序不太现实 不过其前景确实不容乐观 目前各方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来寻找解决方案 包括重新协商债务重组条款 寻求新的投资人 出售资产等等 如果无法有效解决当前困境 破产可能性将会增大 白温席表示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布林肯音乐外交弹唱画面 率翻全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天出席美国国务院音乐外交 倡议启动活动时 秀了一首电吉他 还高歌美国蓝调传奇音乐人 穆迪瓦特斯的歌曲 惊艳了不少网友 综合英文媒体报道 布林肯美东时间27号 在国务院本杰明弗兰克林厅宣布 启动全球音乐外交倡议项目 据美国国务院声明 该项目旨在将音乐提升成一种外交工具 以支持并协助推动美国 更加广泛的外交政策及目标 在今天的启动项目仪式上 布林肯表示 相当期待音乐和外交结合的成果 还秀了一首电吉他 弹唱穆迪瓦特斯1954年的经典歌曲 浪荡男人 可以看到布林肯相当享受表演 由于难得听到国务卿的好歌喉 现场来宾响起如雷掌声和欢呼 布林肯事后将这段谈唱过程 分享到推特 让不少网友直呼惊艳 从《The Great Money Wat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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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Money Waters》 《 conseguir》 《The Greatiendeary Well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n the world will know Hoochie-coochie man You know I'm here Everybody knows I'm here Well, I'm a hoochie-coochie man Everybody knows I'm here guitar solo In the seventh hour Of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Heard seven doctors say He was born for good luck Now can't you see I got seven hundred dollars Don't you mess with me Everybody knows I'm here Everybody knows I'm here Everybody knows I'm here Well, I'm a hoochie-coochie man Everybody knows I'm here 好,我们继续 下面的报道 字节跳动高层空降美国 独立运营是谎言 华尔街日报报道 TikTok过去三年 一直在努力说服美国议员 TikTok在美国运营可以独立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之外 但字节跳动今年初以来 已调任多名高级主管赴美 TikTok员工称 这凸显出母公司的影响力 根据华尔街日报 今年初以来 已有多名高层管理人员 从字节跳动调任至TikTok 担任TikTok创收业务的一些高层职位 其中一些高管是从字节跳动北京总部调往美国 据报道 这些来自字节跳动的高管负责TikTok广告业务 人力资源 货币化 业务营销 以及广告和电商计划相关产品 有些高管甚至从北京带来了团队 了解相关讨论的现任和前任TikTok员工指称 这些动作引发部分美国TikTok员工关切 他们在内部向TikTok高层管理人员表达不满 这些TikTok员工表示 他们担心这些人士任命显示出 字节跳动在TikTok运营中发挥的影响力 远大于TikTok公开披露的 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早些时候 一名TikTok员工曾向美国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克鲁茨的工作人员报告 公司高层人士变动情况 希望该共和党团队能够进行调查 TikTok在德州设有办公室 克鲁茨的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 TikTok发言人则指称 该公司没有淡化与字节跳动的关系 在一个大型全球性组织中 员工在职业生涯中为不同产品 或在多个地点工作的情况并不罕见 TikTok持续面临美国有关部门审查 美国有关部门担心 中国政府可能向TikTok施压 要求提供用户数据或利用TikTok进行宣传 但TikTok一再否认 关于TikTok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TikTok执行长周寿兹 今年3月曾赴美国国会作证 华尔街日报报道 部分TikTok员工在看了周寿兹的作证后 曾经向管理层抱怨 这些员工指出 他们觉得周寿兹在美国国会的发言 并未如实陈述TikTok与字节跳动的关系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蜂拥买地种大麻 中国人和墨西哥毒贩联手捞钱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人大局买地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安问题 各州纷纷提出限制中资购买土地等相关法案 已有十多项法案成为州法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克福德27号出席 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听证会时提到 因为奥克拉河马州2018年通过一项医用大麻法案 使得各国蜂拥至该州购地种大麻 其中以中国最大宗 甚至还有人和墨西哥毒贩集团合作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兰克福德指出 奥克拉河马州2018年通过一项比其他州更宽松的医用大麻法案 几天之内中国等国家的人闻风而来 到奥克拉河马州买天种大麻 2018年之前 奥克拉河马州一家大麻种植者都没有 但2018年以后 奥克拉河马州有7000家获得许可的大麻种植业者 兰克福德提出 奥克拉河马州麻醉品管制局的数据 该州有75%的设施是中国人所拥有 同时也发现中国犯罪组织 正与墨西哥贩毒集团合作 打算在全美销售大麻 把奥克拉河马州当成销售中心 兰克福德也提到 2022年11月在该州金费雪菌 一处大麻农场发生处决式谋杀案 有多人遇害 受害者全是中国籍 兰克福德表示 大量中国籍人士在奥克拉河马州种植大麻 也给当地执法部门带来挑战 当地警方拦查时遇到的语言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买地种大麻也伴随着人口贩卖问题 许多非法入境的人到大麻农场工作 并在各农场之间移动 被美国警方逮捕时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北京认房不认带遭腰斩 需求透支热度消退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四大一线城市实施认房不认带将满一个月 新政热度已逐渐消退 在前期市场气氛较好的北京 部分新盘从最初的大卖 到现在到访量几乎腰斩 所谓不打烊的售楼处已基本消失 多名当地的新楼盘负责人 职业顾问向中国媒体表示 认房不认带已提前透支一波积压需求 接下来饮食并不乐观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当地最新的楼市数据 认房不认带后的近四周时间 北京新楼共成交5117套 之前单周最高成交2473套 新政后州均成交与新政前四周对比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39.2% 但随着前期积压需求的集中释放 部分项目从一周卖出上百套 到现在的项目到访量已经腰斩了50% 热度正在退去 在新政后多个新盘乘机开启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 这种模式也基本告一段落 不是房企不愿意继续 而是没有那么多买家干夜场看楼 某头部房企北京计划负责人李庸向该报指 上半月计划推进风风火火 一片热闹的氛围 下半月不能用冷清来形容 但确实出现到访量减弱的情况 总结9月的表现 到访端出现了明显的虎头蛇尾 某央企行销负责人赵毅指 刚过的周末较前期高点少了50% 虽然热度消退在预料之中 但一时还是难以接受 上述房企人士均认为 新政落地后 尤其是落地的首周带来了极高的成交潮 主要因为前期积压的观望需求开始释放 另一方面 本轮市场热度主要有改善客群支持 但改善客群需求的释放同样有受限条件 那就是二手楼置换的流通 许多异项买家都被卡在卖一买一的路上 所以市场热度没能维持住 对于接下来的俗称银食的10月 多位新盘负责人均表示不乐观 一方面是积压需求的消耗 另一方面是近几年十一期间 售楼处到访量并无大幅增长 即便到访量增加 但最终还是要看转换率 近期专案转换率已经开始走低 10月成交仍有待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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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